汉剑帝在位16年时间,这期间汉剑帝其实只做了一件事,那就是赵超他爹的所有计划。 准确来说,在汉文帝去世之前,已经把所有事情都给安排好了。 所以汉剑帝登机之后,只要按部就班按照他爹的计划走,自己不搞什么幺蛾子,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当然,这倒也不是说汉剑帝本人的能力水平就不行,而是说汉文帝的水平实在是太高了。 而且,能够确保16年不搞事情,这本身就是一种水平。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说,汉剑帝在位期间的故事其实是这样的。 公元前157年夏天,汉文帝去世,在这个剩下时分,历史正式进入了文景之志的下半场。 这一年,梅汉剑帝32岁。 刚刚登机的汉剑帝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,而且之前他爹给他留下了一批非常可靠的老臣。 文臣有神徒家、朝错、原样这样的能臣,武将有周雅夫这样的一流名将。 朝政上的事情基本上不用汉剑帝太妃心思。 另外,汉文帝去世的时候,汉文帝他妈、汉剑帝他奶奶,那位经历无比传奇的伯太后这时候还活着。 这位伯太后此时在汉朝已经堪称活化时一样的存在了。 有他替汉景帝压阵,汉景帝接班的整个过程基本上没有出现任何问题。 就这样,西汉的最高权力很快完成了平稳交集。 顺利掌权之后,汉景帝开始继续执行他爹留下来的各种计划。 对于匈奴那边,汉文帝在位的时候留下了一整套方案,大抵上以合机为主。 但是同时,北方的阵线却布置得滴水不漏。 另外,汉朝还开始对匈奴进行经济封锁和文化渗透。 而对于地方诸侯国,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已经把最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全部肢解。 那些诸侯国对于汉朝中央的威胁程度已经大幅下降,甚至可以任由汉景帝拿捏。 所以接下来,汉景帝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找查。 每次找到一个错误,就可以从一个诸侯国手里拿回一块土地。 最后彻底完成学番。 所有的这一切早在汉文帝在位的时候都已经提上日程,并且开始顺利执行。 所以汉景帝登基之后什么都不需要做,只要顺着他爹定好的方向继续往前走,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,汉景帝利用赵王犯罪为名,收了赵国一个巨。 以楚王在国桑期间搞事情为由,收了楚国的东海巨。 然后又以郊西王为规买官为名,收了郊西王手里的六个县。 所有的这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。 同时在这期间,汉景帝又生了一个儿子。 这个儿子已经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了。 虽然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没有多少人注意,但是这个孩子的出生却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。 就这样,找查两年之后,下面的那些诸侯王坐不住了。 公元前154年正月,就在汉景帝刚刚登基两年半之后,吴王刘碧正式宣布起兵造反。 同时,其他六位刘氏藩王也都宣布响应刘碧,开始一块造反。 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国之乱。 七国之乱应该算是汉景帝在位期间最大的一件事了。 不过这件事的发生,其实当年汉文帝在位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了,而且早就做好了很多准备。 所以,叛乱爆发之后,汉景帝果断启用周雅夫作为评判的主力。 同时,北方的汉军高度警戒,防备凶独南下。 在这之后,因为叛军打出的旗号是要替汉景帝清军策,诛杀,主张薛藩的朝措。 所以汉景帝为了让叛军失出无名,直接干掉了朝措。 杀了朝措之后,叛军依然不肯退兵,所以接下来,汉景帝就在舆论上占了上风。 后世有很多人认为,杀朝措这件事,很有可能也是当年汉文帝留下来的计划,为的就是甩锅。 反正在之后,当双方真正开始交战,叛军很快就落了下风。 当年汉文帝在位的时候,曾经把自己的小儿子刘武封在梁国,地盘正好遏制计打诸侯王的进攻。 所以,七国之乱爆发之后,梁王刘武正面挡住了吴楚联军的进攻,而其他几位叛乱的诸侯王则是同样被汉景帝派兵突出。 然后,周亚夫走了另外一条路,直插吴楚联军侧翼,断了叛军的梁道。 在这之后,叛军主力很快,梁草断局,就地崩溃。 然后,周亚夫迅速平定了吴国和楚国。 至于其他五国,在吴楚联军战败之后也迅速被平定,基本上没有任何意外。 而且,在此期间,因为汉朝北方防备的比较严密,匈奴也没能找到机会南下。 就这样,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仅仅折腾了三个月,就彻底结束了。 因为这场内乱时间极短,所以基本上也没对汉朝的国力造成多大损失。 而七国之乱平定之后,汉景帝则是以此为由,直接收回了其他所有诸侯国的人事任免权,以及军队指挥权。 所以在这之后,老刘家的诸侯王手里就只剩下了在封地内收税的权利。 从这时候开始,汉朝诸侯王的问题其实就已经解决了。 至于说,后来汉武帝时期的推援令,其实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让问题彻底消失而已。 解决了义仅王的问题之后,汉朝内部已经是一片太平,边境也非常安全。 但是接下来,汉朝高层开始出现了一些小问题。 首先,汉景帝的母亲那位传奇的豆太后,开始给自己儿子找麻烦了。 七国之乱爆发之前,汉景帝的奶奶那位伯太后已经去世了。 而在伯太后去世之后,汉朝后宫就以汉景帝的母亲豆太后为尊。 而这位豆太后,此时则是要求汉景帝立自己的弟弟,也就是那位梁王刘武,做太子。 对此,汉景帝自然不答应。 但问题是,汉景帝的皇后并没有儿子。 所以在这之后,汉景帝只能立自己的树长子刘荣做太子。 而刘荣被立为太子之后,她的生母丽姬开始变得非常骄纵,在后宫非常霸道。 如此一来,这位丽姬后来就得罪了汉景帝的亲妹妹,管桃公主。 再之后,这位管桃公主就开始给刘荣上眼药,并且开始暗中扶持汉景帝的另一个儿子,刘智,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。 接下来的三年里,围绕着这场夺敌之战,汉朝高层开始逐渐暗流涌动。 窦太后想立下儿子刘武,朝中以周雅夫为首的一些大臣,支持已经做了太子的刘荣。 而以管桃公主为首的一群人,则是支持皇十子刘彻。 就这样,大家多了三四年之后,这期间,汉景帝生了一场大病,差点直接被他送走。 病重期间,那位太子刘荣的生母丽姬极为骄纵,搞得汉景帝非常不高兴。 所以等到汉景帝康复之后,公元前150年,汉景帝正式废了自己的树长子刘荣,然后改立刘彻,做了新的太子。 至此,汉景帝一朝的夺敌斗争,正式宣布结束。 夺敌之战结束之后,汉景帝刚刚稍微松了一口气,不过接下来匈奴那边又有事了。 当然,这一次匈奴那边的事情其实是好事,经过几十年的文化渗透之后, 很多匈奴人开始逐渐仰慕汉朝的文化,逐渐有了归降汉朝的心思。 之前的几十年里,虽然陆续也有一些中下层的匈奴人选择进入汉朝这边,归降汉朝, 但匈奴高层却始终没有过动静。 直到那场夺敌战争结束之后,匈奴终于两个王带着自己的步众主动投降汉朝。 这其实是汉修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。 从这个时候开始,汉朝开始对匈奴有了绝对的优势, 尤其是在文化和经济领域,更是汉朝终于可以碾压匈奴。 不过,这件事却直接导致汉景帝和周亚夫之间逐渐开始出现裂痕。 之前的几年当中,周亚夫因为平定了七国之乱,一直深受汉景帝重用。 不过,在匈奴归降这件事上,周亚夫作为武将,主张斩禁杀绝, 但是汉景帝作为皇帝却主张以朝向为主。 最后,周亚夫直接以辞职威胁,汉景帝也没惯着周亚夫, 直接批准了周亚夫的辞职报告。 至此,一代名将周亚夫算是和汉景帝彻底决裂了。 此后几年,周亚夫一直退休在家, 四年之后,汉景帝身体越来越差, 然后就发生了所谓的周亚夫谋反事件。 简单来说,就是周亚夫他儿子给周亚夫买陪葬品, 买了一些鎧甲和盾牌, 被此有人举报说周亚夫想造反, 然后周亚夫就被关进来隔离审查。 审查期间,周亚夫绝食抗议,最后胡和饿死了。 周亚夫的死其实也是一个标志。 当年汉文帝刚登基的时候, 西汉开国工臣集团其实非常庞大, 对于这些工臣,汉文帝既需要重用又非常忌惮, 整个汉文帝时代,汉文帝做了很多努力, 打压这些工臣,但同时又确保政治稳定。 而到了汉文帝去世的时候, 工臣集团已经被彻底打压,很难再成绩后了。 等到汉景帝登基之后, 周亚夫作为汉朝开国工臣周伯的儿子, 已经算是工臣集团的领袖。 而如今,周亚夫死在了监狱当中, 其实也标志着原本强大的工臣集团处底没落了。 在周亚夫退休到去世的几年当中, 汉朝基本上是天下太平, 最大的事情基本上也就是某些地方发生地震或者旱灾, 但最后影响都不大。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, 是那伪良王刘武死了。 刘武死后, 豆太后自然也没办法再提换太子的事情, 所以在这之后, 刘彻的太子之位就彻底没了任何威胁。 而周亚夫去世之后, 接下来两年里, 汉景帝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。 两年之后, 汉景帝终于去世, 然后太子刘彻顺利接班, 历史就此进入汉武帝时代。 这就是汉景帝时代的大致脉络。 除了这些大事之外, 在政治上, 汉景帝进一步降低了税赋, 把原来的15税一改为30税一。 在军事上, 汉景帝又启用了几位积极抵抗匈奴的将军, 比如李广和称不是等人。 这些人后来都在汉武帝时期产生很大影响。 另外, 汉景帝还继续坚持重农义伤的策略, 并且积极贯彻汉文帝时代制定了马府令, 继续大规模养马, 继续大规模向边境移民, 充实边境防务。 在经济上, 汉景帝又开放了护士, 开始利用贸易手段, 对匈奴进行童话和打击。 不过这些事情都是当年汉文帝在世的时候确定的方向, 汉景帝只是继续执行而已。 汉景帝在位期间可以说的事情确实不太多, 最大的事情基本上也就是七国之乱, 再加上汉武帝的夺敌斗争了。 但要是和历史上其他类似的时代相比, 汉景帝在位的这段历史实在是显得有些无聊, 但有的时候无聊的历史却恰好是老百姓最幸福的时代, 而且也正是因为汉景帝继续修养生息, 继续攒家底, 这才有了后来汉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的底气。 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汉景帝。